請問你會找圖片嗎? 一定都會對不對 老師這樣有沒有覺得老師很看不起我們的樣子 當然不會齁 但是一般你都用關鍵字找對不對 請問沒有關鍵字的圖要怎麼找 人家都說圖片會說話 沒有關鍵字的圖要怎麼找 如果剛剛那隻黃色小鴨我們都知道那叫黃色小鴨 所以你會用那個關鍵字找 可是如果我不要用關鍵字請問你要怎麼找 對啊答對了以圖收圖 有沒有用過以圖收圖 真的沒有 你們好客氣喔 這個不是Google新服務喔 有一段時間了我們給各位看一下齁 在這裡 你看這裡圖片對不對 你要點到圖片齁 好 點進來之後 萬一 比如說像我現在看這個 我找一張好了啦齁 我找看看這一張是什麼 好這一張是我上課的 好 欸 我找找這一張 這一張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找這隻猴子好的 還是我要找圓圓 可以嗎 可以嗎 好齁 假設找這一張 那這一張是 哇 跑掉了 這一張 哇 83748 83748 我找到他了齁 那這個呢我就直接這樣啊 丟上來叫他找就好了 真的啊有用過這一招嗎 有齁 有齁有的可能有用過喔 有沒有這樣就找到了 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為什麼我們要講一下 各位可能會用到這樣的東西 因為有些時候是你 比如說這個人我有看過 可是你叫不出名字 這個 人 或者是這張圖片 或者這個 東西 我有看過 可是我叫不出名字的時候怎麼辦 用圖片找圖片就好啦 好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拖曳的 你會發現這裡跟我們之前 用搜尋最大不同在那 有沒有發現到我們上面這邊 這裡 有沒有變成那張圖片 搜尋平常我們是關鍵字而已吧 對不對 但是他在這邊又變成那個圖 而且 他很聰明的 告訴你說 這個叫做什麼 他連關鍵字都幫你找好了 厲害吧 你沒有告訴他這是什麼 但是他會幫你找 那你除了這樣找以外呢 其實 這個是用圖片 就可以找到跟他相關的 對不對 跟他相關的 包括什麼網頁上的資訊啊 有沒有 我看起來 類似的圖片啊 他就可以幫你這樣去做 搜尋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我說圖片是會說話的 真的 那這裡呢還有一個 就是Google 新的功能 Google瀏覽器新的功能 這個在哪裡齁 就是 比如說你如果來我們明治這邊 新的Google瀏覽器 他有增加一個功能 比如說像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川版王永慶簽證齁 假設你要找這張圖片 類似的 現在你不用 我剛剛那種方式是 圖片在我電腦裡面 對 或者你自己拍的嘛 那如果已經是在網路上的 你直接按右鍵就好 你直接按右鍵就好 你看這裡 按右鍵之後 這裡有一個叫做 以圖搜圖 唉 唉唷 有沒有透過Google直接搜尋 你已經不用再去用關鍵字 找到然後再這樣找 不用了 直接按右鍵就可以 做所謂的以圖搜圖的方式 有沒有發現就找到很多了 快很多 所以這個是最近Google新版本 好像是到多少 29還是30 那個版本的新功能 唉他已經把它整合在一起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齁 所以我們剛剛插播一下 因為你畢竟要會找資料嘛 所以這個是滿好用的 好